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 老朋友 还没找到女朋友吧 还不赶紧给我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告诉你啊 找女朋友是一件天时地利人和的事 要有对的时机对的地点还有对的人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你的心态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事情的结果 相信大家都知道空杯心态吧 简单的来说就是要脱离你现有的舒适圈 保持一个终身学习的心态 不断的追求更好的自己 这个心态呢 用在追隐女生身上 很难适用 很多人总说自己找不到女朋友 得出的原因无非就是 没钱 没颜值 其他颜值可以是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嘛 当然这个你们比我都知道 你改变了或许并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但是一定会比你 没改变之前你会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所以说呢 人抱有一种空杯心态 不断的前进你得到的比更多 但找女朋友是怎么运用空杯心态的呢 首先当然是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 很多人都有满杯心态的 怎么说呢 我举个实例给你们 前两天有个粉丝就给我发了一个 他跟女生聊天的截图 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他把女生设置为特别关心 但是聊了几句之后 女生就不再打理他了 然后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他说 你们该认识不久 你这样做太暴露了你的需求感 他是这么为我的 道理我都懂 但是就是做不到 前进做不到我 你看 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好的 但是一样会犯同样的错误 这呢 就是回转他 总是改变不了自己固有的思维 不过立掉不好的 那往后有好的只会流失掉 那你不是就是相当于白学了吗 我相信呢 不止只有那位本事是这样的 相信你目前的你们也是这样 明知道现在自己这样的条件 很能让女生看散自己 但是呢 就是不想去改变 一直陷在自己的思维里面 不会聊天吧 那你爱聊不了吗 约不出来吧 就算了呗 那只能说明呢 你还不够爱那个女生 当你真的遇上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人 你是真的能做到一步 无所谓的态度吗 你不能 你更多的是想要怎么去得到他 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而已 不会聊天 不会追女生的技巧 那你还不赶紧去到主页 找到自己 回复我 求求 我给你一份啊 追女生必备的干货 人呢 不仅要不断的学习 还要有有效的学习 把满背心态调整回 控背心态之后 要重复宽威马 不断的去加强你自身的吸引力 有些男生认为啊 自己找不到女朋友 不是又是没钱还会讲的不帅吗 有这样想法的兄弟啊 说明你现在呢 你的整个思想已经被抱怨给炸满了 你可能说谈爱度蛮烦啊 自己一个人当时快乐都快乐 但是你摸着你自己的心态 你是真的快乐吗 你是真正的快乐吗 有多少真实 你整个人都已经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根本就不会有心思想的 怎么去提高自己的自身吸引力 想去改变 感觉又没啥动力的 那你瞧瞧 那些条件比你差的 他们也能找到女朋友 难道是因为女生 眼瞎 不是他瞎啦 而是那个男生真的有吸引到他的点 毕竟啊 咱们有不少的例子给大家去学习的嘛 一个人的李嘉诚 也不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 但是人家不也靠着自己一步一步的当成个富豪吗 而取得美娇妻 人活的最累的状态啊 就是想上京又没动力 想下往又不甘心 何不抱着空编的心态 一直往上走呢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有下你们的点赞 收藏 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